守护是一种幸福 放手也是一种爱 记得我们有约 好现在在台湾是少子化时代 大家也都生的不多 但还是有的年轻夫妻 在这样的时候呢 逆势操作 一生生三个 甚至还说没有上线 在他们心目中 孩子是幸福的资产 也是快乐的泉源 生越多就越富有 他们怎么会这样想呢 来看我们今天 消失的传家宝系列报道 巷子里流泄出醒目的温暖灯光 里头都是洗脑声 结婚六年 跳柔一年比一年多 两夫妻都爱热闹 小孩数量没有上线 我们至少目前现在 自己四个起跳 就是至少要生两个男生 两个女生 一般人担心的经济问题 担心家庭的他们 精打细算 自由方法 三个孩子都有妈妈一手带大 一个月就省了六万元保护费 假日往免门票的景点跑 不必走五星级路线 家里开的是中古车 公寓用租的 直接少了车贷房贷压力 在他们心中 投资孩子并拥有房子 太值得 我觉得家里面 最重要的关键在于人 不是在钱 这个 这个就是人外路的房子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新一路的房子 那这个就是中化南路的房子 我们有了三个活动房子 我们比谁都有钱 孩子是幸福之产 越深越富有 他们还经营部落格 分享正面喜悦 那我们应该派一些 像杀骏部队一样 让我们对婚姻或者是孩子 少一点恐怖 那我相信 不用很多政策 如果政府也不用一直吹声 很多人自然而然就小生小孩 所以人家都说 我希望我想要赶快长大 对不对 我还蛮怕我生 长大太宽 那他就资源了 对啊 我还蛮舍不得 我们主持的 基督每一次都做 我们的观念 好了好了 一个就好了 欢乐怎样也不嫌多 另一个家庭 有三个小公主 也是难得的母亲之家 多一天使职业妇女生三次 孕吐了三回 老公热爱网球 为了孩子也减少了运动时间 但他们甘之如頤 我真的没有后悔啊 你这样很可爱 你很可爱 你很爱我吗 我当时有点心 然后他会跟他说 我超级爱你 超级爱我的 对 你很贵心啊 超可爱 没想太多 就有了三个宝贝 过去两人 每年都会出国玩 现在一家大小 都在国内打转 初期衣服买一套 三姐妹轮流用 生三个 不必花上三倍成本 得到的收获 远远超出计算 有小孩比较是 双心家庭 维系感情的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如果你工作 不在同样一个单位的话 交集会越来越少 我觉得是 有小孩才会长大 因为如果没有孩子的话 就自己还是过自身 我没有到人生下一个阶段 你就少了一些付出 少了一些想法 你就不会进步 甜蜜的负荷 让他们的人生进阶 再多也不累 孩子无关负担 无关传宗接代 他们用实际行动 在少子化的年代 与历史操作 甜蜜的负荷 甜蜜 咱们拍摄 天蜜的负荷 发现 我们拍摄